南京七峡区麦高桥附近 有一个常营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经营有十来年了 这个菜市场属于七峡区的拆尾范围里边 根据统一的部署 在10月中旬要把它给关了 但是摊贩反映 菜场的承包人明明知道要拆迁 仍然在7月份的时候 7月18号签订了半年的摊位出租合同 收了租金之后就找不着人了 菜场内80多名摊贩都陆续交了半年的租金 共计80多万元 8月26号菜场门口突然贴出公告要搬迁 看到公告后 他们要找承包人退还部分租金 谁知承包人玩失踪找不到了 此后摊贩们还遭到了很多不明身份人的阻挠经营 既然要拆迁 摊贩们怎么会不知情呢 麦高桥街道成建科的负责人表示 长银菜场的产权单位是南京青榜集团 他们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告知即将拆迁 长银文贸市场管理方可能在处理这个情况的时候 可能这个没有及时的告知他们 经常实践了 确实也相对来讲 确实比较长了一点 长了一点 可能给老百姓造成了一些误会 负责人表示 青榜集团也就拆迁问题 通知了菜场的乘租人 之所以出现乘租户们误交租金的情况 很可能是乘租人对菜饭进行了误导 目前已经责成青榜集团 督促乘租人退还租金 并把菜饭分流到附近的菜场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我看啊 这还不只是敦促成租人要退还摊贩租金的问题 你明明知道早就要拆迁 还误导那些菜饭 向人家收这个摊位费 这属不属于欺诈 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